親戚的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的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現在台北股市面對的是 8500點緊線的一個挑戰 在昨天台北股市上市上跪融資大減之後 尤其我們特別提到這個跌停加速170多家 加上跌幅超過7% 400多家 一個籌碼沉澱 或一個非常 就講的是散戶蠻可悲的 洗完散戶籌碼之後 在今天出現了一個弱勢反彈 但大家很關注的是中國股市 特別是大的股市 昨天跌幅超過8%上漲指數 這創下了近8年來最大的單值跌幅 引發了全球性的一個系統性的風險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一下 大陸股市在今天反彈的一個變化 到底它的背景 我們從中美的貨幣戰爭來做觀察 那我們先看到台灣的景氣對策訊號燈 這是6月份再度跌到藍燈 過去我們講買股票買在藍燈 賣股票賣在紅燈 講很簡單 做很難 所以到底這個藍燈在過去三個月亮出兩個藍燈 股票要怎麼做 能夠在這個時候摸底嗎 掉下來的刀子 掉下來的石頭 現在去承接到底是機會還是風險 我們等一下請問華哥來做完整的一個解讀 另外我們就要看到最近全球油價大漲 金價大漲 油價大跌 金價大跌 鑽石大跌 其實重點是在一個中美的貨幣戰爭 特別是MACI的新市場指數 包括今年MF SDR 對於人民幣是不是能夠成為一個法定的國際儲備貨幣 這是一個關鍵發展的一年 可是我們看到美國的投資銀行 甚至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 在今年三月份甚至講共產黨倒定了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中美的戰爭 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大動盪 怎麼做觀察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四位來賓 我們讓大家了解到 第一個 從藍燈來摸底 能夠摸嗎 另外我們看一下 到底全球經濟發生什麼事情 尤其是中美的衝突 身在台灣中間的角色 請金錢報 帶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達成功